第六节 静物摄影 在诸多摄影门类当中 静物摄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往往是摄影爱好者 颇感兴趣的一个实践领域 由于人们在生活当中随处可以见到静物 关于静物摄影的素材选择 就显得广阔而繁多了 蔬菜瓜果 玩具乐器 工艺美术品 各种装饰性的小物件等等 都可以作为静物摄影的拍摄题材 在选好拍摄对象以后 就可以结合该静物本身的形状和形态 自由地运用曝光技术 选择不同的拍摄角度 根据自身的审美喜好 合理并灵活地对其配置和安排画面的构图 以完成摄影艺术的创作 将静物作为拍摄对象 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实际的摄影知识 还可以在对静物进行画面布置的构思当中 模拟摄影构图的技巧 提高摄影的技能 对于摄影者来说 静物摄影的画面构图必须具有独特之处 这样才能够拍出具有创造性的作品来 静物摄影 因为是围绕静物展开的摄影创作 所以它可以使摄影爱好者 进一步体会到摄影艺术视觉的深化过程 尤其是当一些生活当中很平常的物体 被拍成引人入胜的照片的时候 通过这一深入学习和观察这些物体的过程 从而可以加深对世界万物的认识 并由此提升自身的观察能力和审美能力 静物摄影的器材准备 第一 照相机 静物摄影的拍摄器材具有很多的选择性 135相机 120相机 大画幅相机都可以用来拍摄 但一般而言 拍摄静物摄影的照相机 以大画幅拍摄方便和功能强大的 数码单反相机为首选 大画幅的数码相机 有利于对影像清晰范围的控制 以及克服在近距离拍摄的时候 容易产生的影像变形等问题 在实际的应用当中 静物摄影作品往往需要进行后期处理 因此功能强大的数码单反相机 或各种数字机背 就成为静物摄影爱好者的器材必备品 第二 镜头 拍摄镜物时 镜头选择以中长焦镜头为主 标准镜头也可以使用 广角镜头在镜物摄影当中较少使用 因为广角镜头的拍摄面积大 而且在近距离摄影时 会出现严重变形的情况 此外 微距镜头可以说是 镜物摄影当中最理想的镜头 它可以拍摄出与实物 实际的尺寸相等的影像 尤其是在近距离对焦时 能够获得最佳的效果 第三 灯具 摄影室内的人工照明 可以按照需求进行曝光 光的大小和强弱 都可以通过灯具的功能进行调节 十分方便 摄影室内常用的摄影灯具 主要有点雾灯 为了灵活的曝光 在灯具之外 往往还需要一些灯具周边的附件 来参与光线的布置 常用的有遮光板 反光伞 柔光箱等等 第四 镜物台 镜物台是镜物摄影的常用设备 镜物台的设计近似于靠背椅 台面和靠背用整块面料连成一体 台面和靠背的交界处有一定的弧度 弧度的大小可以灵活地调节 有些镜物台设计成台面采用半透明玻璃或塑料的亮桌 以便从台面后部和下方也可以向台面上的备射物体进行打光 二 镜物摄影的用光 质感的表现是镜物摄影的主要方面 合理的用光技巧对于表现质感至关重要 举例来说 对于表面粗糙的器物 拍摄时用光角度不能太高 易选择侧逆光 而对于光滑的器物 譬如瓷器 在用光上一般不易选择直接光照明 这样容易产生刺眼的反光点 同时也不易部署过多的灯位 以免产生过多杂乱的投影 在拍摄时 易采用正侧光 在屏口转角处保留高光 在有花纹的地方应该尽量地降低反光 对于像皮革类的制品 通常采用逆光和柔光 通过皮革本身的反光来体现出质感 而拍摄浅色或中间灰调的皮革制品 比深色系的要相对容易一些 在拍摄深色的皮革制品时 尽量使用丰富的照明 多采用散光灯 同时还要注意保障曝光充足 否则难以再现皮革的细节 再如拍金属制品 不同表面形态的制品 需要选择不同的曝光造型 对于无光泽的金属制品 可以采用聚光灯直接照明 并用反光板或散光灯作为辅助光 以减轻有主光产生的阴影 对于有光泽的金属制品 要使用白色的反光板 或大面积的散光屏的间接散射光 作为主光 并使用一支小功率的聚光灯 直接照射被射体 以产生强化金属质感的高光部位 3. 镜物摄影的画面构图 镜物摄影的画面构图要求并不严苛 一般常用的摄影构图方法 同样适用于镜物摄影 比如景字构图 对角线构图 三角形构图 散点构图 对比构图等等 这些构图法都能够在 对镜物的画面布置当中 根据镜物的特征来使用 以达到想要的艺术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